把上个礼拜的下面这个结果 换成上面这个结果 因为日期格式 如果下面这个结果的话 它是一个文字 那这个文字将来要做计算 会有问题 因为日期啊 哪个日期跟哪个日期 互相运算的时候 还是需要一个标准的日期 那这个标准日期的话 我要怎么产生 那其实可以利用上个礼拜的逻辑 来做修改 其实就可以了 那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去把上个礼拜的东西 修改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OK那首先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 工作宝合并的程式里面 当然我可以把那个上礼拜的部分 再把它叫出来 开发 你当然有几种方法可以把它叫出来 一 从那个开发人员里面 Visual Basic点进去 然后点到模组里面 会有工作宝 或者是我习惯的方法是 如果你已经有产生按钮的话 那按右键 指定聚集也是可以 这边有工作宝合并 你再按编辑也可以 那他会秀出 你目前模组里面 总共会有几个那个就是聚集 其实就VBA的这个SUB程式 那其实工作宝合并前面是我没有录制的 只是把它做修改而已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我们刚刚一键完成 就是合并这些就是日期啦 不过这个日期是一个这个文字格式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我要合并的并不是一个那个日期 就是一个文字 我希望是像上面这一个标准的格式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做哪些改变 改之前我的习惯是 如果你不确定这个东西 你改了之后会不会能复原 一般习惯是先把这个范围的程式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底下 用下面的这个来改 那原来的东西怎么办呢 就是保留原来的 保留原来的话呢 怎么保留 一般习惯是选取这个范围 然后呢 一般是叫上面有个工具列叫编辑 这个编辑工具预设备没有出现 那你可以按右键 在上面做个编辑 那选取底下这个范围 你上面有个什么呢 使程式行变为注解 因为我要把这些范围的程式 改之前先保留一下 否则我改完之后 我改完之后发现 我想要再回头 如果你没有保留的话 你可能就回不去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选取底下范围按一下它 那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你在每一行的前面加单一号 那这个功能还蛮方便 我有没有发现 前面这些字呢 全部都变绿色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范围的资料 这个范围的程式呢 将来执行的时候不会被执行啦 那但是呢 它也可以保留你之前写的 那我们两个人可以比较一下 基本上如果要把它改成 这个2017的1月1日的话 那我要怎么做呢 基本上第一个主要是改这个范围 原来有没有 1月1日 其实是从这边去改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边Delete掉之后 串接 那其实日期的话 它之所以会日期的话 主要原因是因为 2017斜线 1月斜线 里面有两个斜线 那输入的话 一样就输入文字 这个文字里面如果有两个斜线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你转成 那个一个日期的格式 那我要的是2017斜线 然后后面的话 1要1月 那可是我要的1不是那个工作表的这个名称的1 而是要一个数字的1 那刚好我们跑回圈的时候 上面有个for i 等于1指的是第一个工作表 刚好这个数字呢 刚好可以对应到刚好是1月 所以呢 其实我可以拿这个i 拿来当串接使用 那我要2017斜线1月 好那这边的话end 串一个i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串接的方式的话 一定 你一个自串 跟变数串接 一定要end符号 OK那前后一定要空白 然后再加一个i 然后在后面串什么呢 那我这个时候 如果1月的话 就是2017斜线1月 OK后面还有什么呢 斜线 然后再加一个几日嘛 对日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再串一个斜线 那几日的话呢 其实就是原来里面的那一个 就是就是数字 所以我可以把什么呢 原来里面的数字 就是第几个工作表里面的资料 先先串一个end OK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再把它原来里面的数字 就是1234这个中间这个 把它串在后面 OK好 那串完之后 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原来是什么呢 我这边把它也是这样先注解好了 不执行的话 不处理 原来的那个合并 我先把这个先清掉 原来如果我不合并 它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要串一个 就是拿这个原来里面的东西 串完之后再丢回来 它就把它盖过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写完 这个地方就写完了 把它再再再恢复 那恢复的话就是使注解 还原为程式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如果主要是这个地方 就是把它做串接 那个串接我想在前一个阶段的课程里面讲的蛮多了 其实就串接了 把一个自串 串一个变数 再串一个自串 再串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那串完之后的话呢 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一我先把这些资料一样清掉 二先把它直接执行 你会发现2017的1月1号 2017的2月1号 有没有 那2月的话呢 刚好就是如果当我资料里面呢 已经有判断了 这上礼拜有讲过 如果它自串长度呢 假如说有没有 有没有2月啊 为什么2月它没有再串1月的 主要是因为它的次串长度呢 会超过三个 所以这边的话 我假设设一个中断点 知心 到这边 然后 它这边 把它再 再知心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 先丢出来之后 1到30 它会什么 一个一个慢慢再帮我改 改成我要的 改完之后的话呢 那每一个 这个先把它设中断点 再帮它再跑一下 全部跑 跑到 OK 那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它会一直跑 跑到那个最 最后一个 那这边的话 我发回 这边先再下一个贴上 好 那再来的话呢 1月份解决完了 接下来的话 2月份的话呢 我就再把它贴上 贴上了 可是呢 2月份的话 再贴 他就没有处理嘛 所以我要怎么处理呢 一样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先跑回圈 追 追指的是我那个要修改的那个列 从第二列到最下面的列 那判断一下呢 它里面的资料呢 自串长度 是不是小于3 那为什么要小于3呢 基本上呢 如果是大于3的话 那表示它已经处理过 处理过就不处理 所以你会发现 1月份的东西都会跳过 跳过 直到什么呢 直到2月部分才会处理 因为2月部分 它这些都还没处理过 所以2月部分的话呢 才会被处理 那我这边的话 假设2月1号 对不对 那我就是让它F8 执行 2月就处理了 OK 依此类推啦 其他都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 我中段点拿掉 OK 那这样我就可以把 所有的日期 全部处理完 那处理完之后 后来就有同学说 老师 可是我们工作里面 通常还会再把日期格式 改成另外一种格式 什么样格式呢 假设 我们的需求是 1.把它改成民国年 2.把那个斜线 有没有 把它改成点 就是变成怎么样 类似像是按右键 出生的格式 那如果说你要把 那个日期改成民国年的话 一般习惯是 这边在繁体中国环境里面 会有个中华民国力 所以你点中华民国力 如果我希望呢 做出来结果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1.它长得 有点像是中华民国力里面的这个格式 2.的话我希望它这个斜线 改成点 假设我们希望说 日期格式 上个上期课程里面有提到 就是 那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先找个结寝的利用制定 制定里面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怎么样 假设原来的那个格式里面 它没有提供的话没关系 你还可以再改 那怎么改 你可以把那个斜线 delete掉改成点 那你会发现 106年点1 有没有 然后这个斜线一样可以点1 那这个是我们的需求 另外还有假设 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 除了改民国年改点之外 那我希望呢 如果它是各位数字的月 跟各位数字的日 那我希望它能够自动补零 就两码就对了 那其实 这个两码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M前面再加一个M 不知道根本有用过类似的改 这个好像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正规话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加一个D MMDD OK 最后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后面再补一个什么了 这个日期是礼拜几的话 是周几的话 那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小瓜葫 AA OK 它就会跳一个什么了 这个日期是礼拜几 按个确定 好 类似像这样 可是问题 我现在只有做一个 那如果我希望呢 当我第一个先把格式先改成标准日期格式之后 那我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顺便再帮我改成我要的另外一个格式 比如说民国年的像这样的格式 那我刚刚是要按右键 出称格式里面 先找一个接近的 日期里面的中华民国利 再到制定里面修改 我只要改了几个地方 一斜线改成点 二 MM 再改DD OK 这边的话 MMDD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小瓜葫 AAA 这样就可以了 那当然的话 我们目前只有改一个 而且是手动改 那可是如果说呢 我希望未来 我可以怎么样 输出一个 帮我改一个 以后变成我希望看到的是 全部都变成我要的这个格式的话 那要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是等一下要讲的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这个输出标准的日期格式 先做出来 那我这边的话呢 是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有一个处理标准格式的 这一个部分 里面程式其实就这一行而已 OK 那等一下要讲的是下面这一行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OK 谢谢